报告院会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 请行政院院长林院长施政方针报告并被咨询 请行政院林院长报告 苏院长蔡副院长各位委员先进 5月20日蔡总统陈副总统就任第14任总统副总统 本人于同日就任行政院院长 今天本人应邀到贵院做施政报告 倍感荣幸更深感责任重大 面对于日俱增而且层出不穷的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 我们设法跳脱旧思维尝试以新模式来解决现阶段的问题 因此我们依据总统的施政蓝图 以创新就业和分配三项原则 来引导台湾新的经济方向和发展模式 并且以三个五大计划为纲领 分别从经济社会与政治等三个方向来解决台湾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 在这些施政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强调 创新是台湾新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价值 我们希望透过创新不管是制造技术的更新产品价值的提升 还是云运模式的改善都可以让产业用更少的资源 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 维持企业的竞争力 我们强调以创新来解决问题 同时也需要鼓励民间投资 来作为解决目前台湾低薪与高市益率的重要方法 除了改善投资环境以外 我们也要透过签署投资及贸易协定 或是加入区域经贸组织 来提高企业投资意愿 让台湾企业能够走向国际 并且以全球为市场 才能发挥经济规模 此外我们也需要第三部门的非盈利组织 非政府组织与社会企业 深入社会弱势地区 来参与公共与社会服务的提供 增加就业的机会 在强调创新与就业之外 我们并没有忽略 以制度来创造 维持一个公平社会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将落实五大社会安定计划 来建构永续公平安全的社福体制 作为新社会的基础 计划内容包括 推动安心住宅 加强食品安全 社区照顾 确保联金永续 以及维护治安 第三个五大计划 是配合行政院以外的其他各院 推动五大政治改革计划 来确保民主自由法治的价值 作为未来新政治的基础 计划内容包括 实践世代正义 革新政府效能 启动国会改革 落实转型正义 推动人权保障 宪政及司法改革等等 以上是我们根据总统的施政理念 和国政蓝图所理据的施政策略 那么具体的施政方针 我们已经印成书面 并且已经送达桂院 还请各位参阅 以下请就未来的施政五个重点方向 做一个扼要的报告 第一是在全面转型升级 再创经济动能方面 首先是利用五大产业创新聚落 来吸引人才留在台湾 针对当前国内产业的困境 我们规划了五大产业创新聚落 来吸引跨国投资合作 取得先进技术 带动国内产业升级 增加就业机会 为了配合新型产业的发展 因此有必要对许多不合时宜的法规制度 以及教育科研体系等 进行全面的检讨 我们所推动的五大创新产业 涵盖绿能科技 物联网 生技医药 国防产业 精密机械等五大创新研发计划 都需要聚集许多不同 专业背景的跨国人才 资金还有技术 因此人才的延览 与制度的保障非常的重要 我们必须让外籍人士 能够纳入我们的社会安全体系 并且提供一个友善的租税环境 吸引国际人才 安心留台 安全工作 第二点是推动生活产业 提升生活品质 除了五大创新研发计划之外 我们也将大力推动 新农业 观光 休闲产业 防灾技术 住宅改造 照顾产业 还有海洋产业等等 生活产业 有效地扩大在地就业机会 来提升国人的生活品质 为了协助农业提升竞争力 让农业成为一个 有发展 能赚钱 足以养活自己 和下一代的产业 政府除了持续推动 各项农民福利措施之外 也将针对环境 还有农地友善的生产方式 提出奖励 并且引进农业保险制度 降低农民风险 安定农民的生活 为了提升农产品品质 以具有完整的生产履历 透明的食安管理机制 来重建 从产地到餐桌的农业价值 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健康 并且让台湾农业 行销全球市场 在提升台湾观光产业品质方面 发展电子签证 申请系统 简化在台旅游手续 让国际旅游旅客 能够安心的便利的 能够来到台湾 深入台湾各地 魅力景点 深度休闲安全购物 第三点 是重振财建纪律 改革联金制度 为了具体管控 国家财政状况 我们将在现有的预算规模上 全面检讨财政资源的 有效使用 未来每一块钱人路 不再依照惯例逐连延续 均将归零思考 严格按照市政优先顺序 来分配资源 中央政府的公共建设 也将以跨县市的区域为优先 投资目标 有效地促进 地方政府的资源分享 以及效益共享 为了解决地方财政问题 我们将积极检讨 中央与地方权责 把法律义务的 支出的财政资源 直接下放 强化地方自治的能量 并且鼓励地方政府 建立协调机制 整合资源 共同解决跨域的事物 联金改革 攸关国家的永续 与世代的正义 必须由不同的职业 阶层 世代一起来参加 政府将组成 国家联金改革委员会 由跨党派的学者专家 雇主 受雇者 政府代表 共同组成 眼里可行的联金改革方案 并且召开联金国事会议 和社会来沟通 来凝聚 有关的共识 那么在维护社会安定 人民安居乐业方面 我们第一项是 新办社会住宅 推动社区照顾 政府除了提出 安心住宅计划 来杜绝房市炒作 健全租屋体系 让国人都能找到一个 负担得起又有居住品质的房子之外 也将推动 只租不卖的社会住宅政策 社会住宅 由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 选择合适的地点 透过新建 空余屋 以及容积奖励等方式 在八年内 预计提供 二十万户的社会住宅 为了因应少子化 高龄化的社会趋势 我们也将推动 托育 长照 就业三合一的照顾政策 以社区作为单位 整合托育 照顾和医疗资源 减轻家庭照养的负担 并且提供 在地妇女二度就业的机会 并且要推动 长照2.0计划 发展以服务使用者 为中心的服务体系 推动社区健康照护管理中心 打造在地健康照护网 缩短长照的城乡差距 长照制度需要稳定的财源 作为后盾 政府将以指定税收 办理长照服务 并且以长照需求 衡量财政状况 决定服务范围和补助额度 以符合长照资源 运用的公平和效率 第二项 是强化治安维护 防治毒品犯罪 政府除了持续扫黑 扫黑枪 反诈骗 以及保障妇女 幼儿人身安全以外 并且将毒品防治 列为治安最优先的项目 因此 我们将增加毒品防治 专责人力 建制全国性的 毒品犯罪资料库 以及跨区域的 毒品联防体系 并且设置毒物 及化学物质管理机构 建立完整流向管控 并且必须加强 跨国合作 强化边境管理 和毒品的查集 全面阻断 毒品的来源 此外 我们也将推动 社区的警政 结合第三部门的 非盈利组织 以及非政府组织 企业 保全 志工等民间的资源 来做好校园 反毒的工作 减少青少年 接触毒品的机会 第三项 是健全医疗环境 保障国民的健康 为了增进 基层医疗照护的 功能和品质 我们将适当地 把医疗保健支出 分配到公共医疗体系 以及基层公务人员之上 为了积极保障 医事人员的劳动权益 我们也将修正 劳动法规 使受雇医师与劳工 受到同等的保障 并且推动 健保护理费 与照护品质 联动的支付 以来确保 我们的服务价格 能够合理地 回馈至医护人员 第四项 是完善食品安全管理 确保国民的健康 为了提升 食品产业的品质 及竞争力 重新找回 国人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我们将从 食品生产的环境改善 有效地杜绝 污染着手 做好食安的 把关工作 首先 我们将建立 毒物管理机构 从源头全面监控 追踪有毒物质 并重建 食品的生产履历 让每一个生产阶段 都有清楚的记录 资讯公开 此外 我们也要修正 食品安全管理法 对制造黑心食品的厂商 可以更重的法律 还有赔偿责任 督促生产者 来自主管理 同时提高检举奖金 以及严密保护检举者的安全 加强监督的力量 第五项是改善劳动条件 提升劳工的权益 保障所有的劳工 在尊严劳动的职场环境 持续发展 这是政府的责任 为了改善劳动条件 我们将缩短劳工的联总工时 维护劳工的健康 让劳工的工作 休闲和家庭生活 获得平衡 同时创造 内需休闲观光服务业的发展 对于劳工低薪的状况 我们也将改变 基本工资的审议程序 将最低生活所需 以及参考的射精指标入法 使得我们的制度更为健全 在促进就业方面 我们将推动就业与技术传承的 世代合作 整合职业辅导 就业媒合 职业训练三大专业体系 来协助失业青年来就业 那么第三个是在 改革教育文化族群共融方面 我们第一项做的是 提升教育品质 强化人才培育 幼儿教育方面 我们将扩大幼儿教育的公共化 改善教育保人员的劳动条件 提供价格的合理 品质有保障的托育服务 国民教育方面 我们将鼓励就进入学 投入资源 提升社区 国中小与高中的教学品质 技职教育方面 我们将全力缩短学用落差 让第一线实驻工作者 能够在学校传授经验 使学生透过学习和实作 赶上我们的业界脚步 高等教育方面 我们将配合国家和区域发展策略 在保障现有学生 受教权和教职员权益的前提下 推动大学的转型和整病 同时也要加强产学合作 建立大学与地方产业的伙伴关系 让大学成为地方产业 研发或人才技术的培育中心 那么第二项是丰富文化涵养 厚制文化国力 文化的施政应该回归 以人为本的思维 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 生活的幸福感 首先我们将翻转 由上而下的文化治理方式 让文化治理与艺术创作 回归专业与创意 并且强调 以在地文化涵养社区生活 以社区的地方学 和文化资产保存 博物馆以及学校教育 来构成传承世代的记忆基著 作为为了要重建和再现 土地与人民的共同记忆 确保文化多样性 我们将推动文化基本法 并鼓励青年创意 以及新锐艺术 给青年时代 更丰厚的文化土壤 此外 我们将善用文化软实力 重返国际社会 训用文化外交 让世界重新认识台湾 因此我们将针对 现行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 来提升文化经济当中的 文化涵养 进一步来创造经济的价值 第三项是照顾各个族群 协助多元发展 为了促进整体社会 履性的地位的提升 我们将积极落实性别主流化 促使性别平等的原则 充分落实到每个职业领域 原住民自治 必须有实质的基础与意义 包括财务自主 土地支配 以及固定组织 我们将循序推动 稳健实质的原住民自治 并且活化原住民综合发展基金 以原住民互助银行的模式 建构符合族人需求的融资 维行保险 以及创新预成的机制 来协助原住民产业发展 另外 我们也将修正 原住民族工作保障权 以公司部门合作 来创造更多的原住民的 在地就业机会 修正原住民族教育法 强化学校课程中的原住民族观点 建立专任族语教师制度 有效传承原住民族语言 历史和文化 那么针对目前客家乡镇的发展 我们必须透过文化提升 观光经济内涵 而非仅靠节性活动来刺激消费 我们将串联台三线16个客家庄 从桃园 平镇 龙潭 到台中石缸 打造一条具备有历史众生的 国家级的台三线 客庄浪漫大道 以旅游及客家文化 家质产业为火车头 来带动地方的新型农业发展 同时也创造客庄青年返乡 就业以及创业的机会 对于新移民的部分 我们将研议修正 社会救助法 使新移民得到更平等的社府待遇 解决其就业 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对待 还有生活的困境 同时也要鼓励新台湾之子 妥善学习母语的语言 母亲的语言 使这群熟悉东南亚语言的人才 能够成为政府 未来推动东南亚合作的重要先锋 在身心障碍者权益方面 我们将增加科技辅具的研发 制作与生产 使其充分运用科技辅具 并订定非都市地区 大众运输的无障碍化 改善时程 提升其行动自主性 促进社会参与 在推动政治改革 均衡区域发展方面 第一项我们要做的是 促进国家团阶 提升政府效能 那么政府效能 是国家竞争力 能否提升的重要关键 为了改革政府效能 我们必须强化政策铺层 沟通以及执行能力 并且做到资讯公开透明 使政府政策能够更贴近人民 在做好跨部位横向 纵向联系 以及整合 提升服务速度 以及品质之外 也要我们也要审慎地 运用财政资源 更有效率地达成 新的政策主张 第二项是跨区域联合治理 落实区域均衡 针对未来整体的国土规划 以及区域发展 我们将强化岛屿生态链的保护 针对灾害潜事 以及环境敏感地区 进行深入调查 还有资讯的整合 来避免国土的超限利用 对于区域发展落差的问题 我们将大力推动 区域联合治理的模式 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经济体 北北陶基的首都圈 将是未来台湾国际经贸的重镇 陶竹苗将发展成为 客家文化与科技元素 为特色的生活圈 中章头将以完善交通路网来串联 成为观光与产业活动的国际都会 云嘉兰是台湾重要粮仓 与先进农业的发展基地 蓝高屏则是以阳光及海洋相关产业 作为重心的蓝台湾门户 并且按澎湖建构更紧密的生活网络 花东和金门马祖 在相关条例的支持下 我们也将维系在地特色 发展成为生态资源 以及休闲旅游的胜利 那么在巩固外交两岸 拓展国际参与方面 我们认为和平稳定和繁荣 是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础 因此必须要强化与我友好国家的双边关系 来营造长期永续的伙伴关系 在台美及台日关系方面 我们期盼和美国日本强化伙伴关系 除了拓展双边经贸 以及文化连结之外 并且就区域安全 还有经济整合进行实质的对话 包括争取加入快太平洋伙伴协定 同时也要加强推动人道援助 灾害救援 疾病防治 减缓气候变迁 以及透过非政府组织 开拓更多新兴领域 例如创新 高科技 绿轮 青年等等计划 来深化和世界各国的交流 展示我们对国际社群的责任 至于东协和印度 也即将成为世界上强大的经济体 本院将成立专案小组 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 深化与东南亚以及进度的关系 除了贸易和投资之外 我们更将建立双方的民间交流 文化 教育研究等等 多方面的连结 此外 政府将自律维系 台海和平 持续两岸和平发展 并且在对等和尊严的基础下 改善两岸关系 促进更多的协商和交流 我们相信稳定的两岸关系 才是海峡两岸双方的共同利益 另外 针对贵院关心的 含莱克多巴胺 美猪 日本食品 福射安全 以及充滞了海域三项议题 本院特别说明如下 有关莱克多巴胺 美猪议题 政府会在确保食品安全 以及猪龙的权益下来讨论 因此我们提出下列 一共有四项主张 第一 确保食品安全 全力执行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来确保国人食的安全 第二 于近期内提出 振兴养猪产业的具体方案 以提升产业竞争力 确保猪龙的权益 第三 落实风险评估 并且和国际规范接轨 而且应该考虑国人消费习性 在没有进行科学证据的风险评估之前 我们反对国内与进口猪肉 含有莱克多巴胺 因此也没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开放与否的问题 第四 建立全方位沟通机制 随时和生产者 消费者 及公民团体进行沟通 至于针对日本食品辐射安全问题 目前对于日本苏台食品 政府仍然采用产地证明 以及特定产品辐射检验 两项证明 双证明 另外 也持续观察 日本国内的检验情况 以及世界各国输入日本食品 相关的规范和检验结果 我们会持续进行监控和风险评估 未来如果有食品安全 危害增加的事情 我们将依风险管制原则 来加强管理 如果经过科学方式风险评估以后 日本的食品辐射安全 可以信赖时 我们也会适时地予以调整 必要的管制措施 但是绝对会以国人健康 作为最优先考虑 但我们必须强调 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任何松绑 日本辐射食品的规划 也没有时间表 关于充滞了相关海域的争议问题 我们的看法和立场如下 第一 充滞了为日方所有 这个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争议 第二 充滞了是岛或礁的争议 目前联合国大陆礁城界限委员会 还没有做出完全的结论 所以它是争议海域 那么行政院认为 日本对于充滞了 周遭水域的权力主张 是存有争议的 那么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 台湾对充滞了海域争议的立场是 第一 充滞了不得作为 日本主张200海里经济海域的基点 换句话说 台湾渔民 可以在该区域拥有渔权 政府会全力捍卫这项渔权 第二 为了期待永久能够确保 台湾在充滞了周遭海域的渔权 不受到干扰 台湾愿意和日方 尽快地展开对话和协商 为了顺利进行对话和协商 我们期待双方能够相互释出善意 避免采取相互挑衅的延迟和行动 这样才能够实在 后续的协商能够顺利 本人深切了解民众的心声 以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责任 目前国家正面临国力外严峻的挑战 不但需要行政部门来快马加杯 展现高度的执行力 同时也需要立法部门的支持 协助通过相关的法案 还有预算案 这样才能够使得 我们的各项施政工作顺利推动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提升台湾的经济动能 为国家开创新局 行政团队未来 也将就各项施政和贵院 以及社会大众 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对话 并且尽速提出各项优先法案 敬请各位委员先进 能够大力支持 我们深信 只要两院通力合作 全民同心协力 我们一定可以成为一个 更民主 更富裕 更公平的美丽国家 最后 敬请各位委员先进 不令指教 也祝各位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林院长之施政方针报告 在进行咨询之前 先做以下两项宣告 依施政方针报告之咨询 以疾问疾答方式进行 每位委员寻答时间为三十分